今天做红烧带鱼 准备好葱 姜 蒜 还有一个最后呢 放个柠檬汁 几点柠檬 现在调一个糖醋汁 现在糖醋汁 这个是糖 红糖 这个是醋 再放点酱油 酱油 再放点香蒜粉 再放点白胡椒 再来搅拌一下 现在把葱切碎 切成一段 要用姜也切成一块 蒜也切成一块 然后把大油洗干净 在肚子里面的黑线的肚酸都要洗干净 现在炒锅里面放入油 等它加热 加热 再放入葱酱汁上 现在已经开始热了 放入葱酱汁 把它点香 好 那把葱酱上就变身 变身要 放入 葱 好,現在都加了米酒 這個粉末加了米酒 再加好的酱油 再加好的酱油 盖上蒸一下 再把它盖上,蒸几分钟 蒸几分钟 7-8分钟,打开盖 快熟了,再给它收一下遮 我现在这个水滴很淡的,收汁了 水滴很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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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色大约就这样 水滴很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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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滴cast